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规证断大新闻将为您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加大对海外上市的打击力度 公司上市前要严格审查 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时日表示 任何拥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 在海外上市前都必须进行安全审查 从而扩大了对其庞大平台经济的打击力度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其网站上发布拟议规则时表示 安全审查将重点关注数据在海外上市后 受到外国政府影响控制或操控的风险 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 正在对数据收集和数据存储 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当局还更广泛的推动公司在国内上市 分别涵盖数据存储和数据隐私的两套新的法规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今年生效 10日的公告还将要求公司提交他们计划提交审查的IPO材料 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表示 安全审查将国家安全风险视为因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 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以及关键数据在境外上市后被外国政府恶意使用的风险 网信办正在就拟议的法规征求公众意见 该通知是在中国当局对网约车巨头滴滴 在纽约上市几天后 涉嫌侵犯用户隐私展开调查之后发布的 受调查消息传出滴滴的股价暴跌20% 该公司表示其收入将受到影响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媒体自由联盟21国政府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发声明 香港苹果日报在北京和香港当局联手打压下关闭了 美欧等21国政府10日联名签署了声明 对苹果日报的关闭和其工作人员的被捕 表示严重关切 并呼吁中国和香港政府尊重和维护香港的媒体自由 下面是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 媒体自由联盟21国署名声明的全文 在下面签字的媒体自由联盟成员 对苹果日报被迫关闭 及其工作人员被香港当局逮捕表示强烈关切 利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新闻界是破坏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 所确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一个严重的负面行动 针对苹果日报的行动是在香港媒体审查 日渐增加公共广播机构的独立性不断承压 以及香港当局针对新闻记者采取法律行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对可能出台的新立法表示高度关注 这些立法不是有意义 就是不惜承担一定风险 也要用来消除媒体对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审查与批评 媒体自由一直是香港多年来获得成功和国际声誉的核心所在 香港和中国大陆应当完全尊重并维护 这个与中国的国际法律义务相一致的重要权利 签署国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冰岛 意大利 日本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荷兰 新西兰 斯洛法克 瑞士 英国 美国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加拿大法官不允许孟晚舟在美国引渡案中使用汇丰文件 加拿大法官9日宣布 一名加拿大法官拒绝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申请 该申请将她的法律团队从汇丰银行收到的大量文件 添加为她的美国引渡案的证据 现年49岁的孟晚舟正面临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的指控 罪名是涉嫌误导汇丰银行关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交易 可能导致该银行违反美国的制裁 自2018年12月首次被拘留以来 她一直在温格华被软禁 她的法律团队通过香港的一家法院从汇丰银行收到了300多页的内部文件 辩方认为应将其作为证据 因为他们会反驳美国引渡要求的依据 自孟晚舟案一开始就负责监督此案的副首席大法官西瑟·霍姆斯不同意 霍姆斯说 他的理由将在大约10天内以书面形式公布 华为在制裁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尊重法院的裁决 但对这一结果感到遗憾 并坚称 文件显示汇丰知道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往来 证明美国对案件的陈述是显然不可靠 孟晚舟定于8月初出庭 她的引渡听证会定于当月月底结束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香港政治环境日益恶化 支联会遣散职员 香港支联会时日宣布 鉴于政治环境转坏 支联会决议做出两项防范措施 减少常委人数并于7月底前全面遣散所有职员 新闻稿宣布 支联会做出策略性人手调整 以应对严峻政治环境 声明稿中写道 香港政治环境过去一年急剧转坏 作为香港民间社会一部分 支联会近月尤其受到愈发激烈和明显的政治打压 为应对政治形势变化 支联会常委会在多番商议后 决议做出两方面防范措施 策略性减少常委数目并且遣散所有支联会职员 支联会表示 现届支联会常委此前已由历届的20名减至14名 面对当前预趋严峻的政治法律风险 支联会常委会决定再策略性减少常委数 蔡耀昌 麦海华 卢明伟等七名常委近日请辞 仍留任的七名常委包括目前入狱及还押的主席李卓仁 及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宣布大熊猫不再是因为物种国宝 中国当局近日宣布 随着生态系统保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和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增加 这种国宝级的动物将不再被列为病危动物 这个决定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官员7日 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环境司司长崔洪书 在会上介绍说 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 受威胁程度等级由宾威降为易威 动物受威胁程度一般划分为 灭绝 野外灭绝 极威 宾威 易威 近威 无威 大熊猫是一种生育率极低的动物 倦养的大熊猫繁殖更加困难 生态环境的变化更直接威胁到这种动物的生态 2003年中国野生大熊猫只有1596只 中国生态环境部说 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大熊猫的数量在2013年增加至1864只 崔洪书把大熊猫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归功于 相关监督执法更趋严格和在自然保护区打击非法活动 受到明显成效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专家们认为 中国通过允许人类和熊猫共处的措施 保护了熊猫的生存环境 在中国人们把大熊猫称为国保 从1958年实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 大熊猫就一直受到国家的保护 北京不断进行熊猫外交 把熊猫作为友好象征 租借给美国 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动物园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